近來流行說這個專注駕駛 怎樣可以專注駕駛 其中一件新興的電子產品一定會幫到你 叫Head-Up Display 借了三款回來測試 看看哪款好用 它有個5.5吋螢幕 其實是一塊膠片吸進機身上 它會有反射 相對來說它的外貌高級 功能亦較多 價錢較貴 要430元 畫面設計夠Sharp 字體又夠大 太陽很猛烈的情況下 它也看得很清楚 這個款式只能支援OBD2及EU OBD的車款 它一插進去就直接讀電腦數據 所以資料準確度就更多了 基本上如果你是2003年大後的歐洲車 通常都有這個插頭 至於日本車就看款式了 但有什麼好處就是它的尺寸也挺大 如果標台的位置較窄時 你找位置放的話可能要走一走 它鏡片的角度是不能調校的 如果只有一個角度 雖然功能很多 但是否有這麼大的實際作用呢 其實你也不會看得到這麼多東西 這個款式便宜點 樣子沒有那麼英俊 螢幕又小很多 顯示的方法就像有個鬧鐘仔 在黑盒子裏面 它的速度就在那裏看 它只不過把標板縮小了 移了上來 即是跟傳統Head of Display的概念有些不同 2號參賽者同樣是插OBD2的 所以資訊都是充足準確的 跟1號顯示的資訊都是差不多的 功能都多的 只不過你看看你喜不喜歡它這個顯示 形式和介面 三部之中它是最便宜的 賣310元 設計上介面 整部機身的設計 當然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比起另外兩位參賽者 你是需要多一點點神 即是你要用多一點點角度 去特意看車速的 這個款式也不差 有一個可以黏的膠片 讓你連上玻璃做反射 這個款式就是插12W 點煙插的位置 其實它是靠GPS來接收你的車速 相對上可能沒有觸電腦那麼準確 現在不如試一下 它和插OBE插頭的速度顯示 究竟有幾大分別 準確性都差太遠 可能現在是天橋底 有時在接收不太好 例如乘車牆 天橋底 都會影響GPS的接收 它的車速的準確度也沒有那麼大 論舒服度 看上去瘦了的程度 3號真的會低很多 但論清晰度 就好像1號稍稍優性 3部機都聲稱有感應器 會自動調節光暗 1號和3號顯示模式差不多 2號比較不同 就像一個螢光幕 究竟在暗黑的環境下 會否看得不太清楚 我們現在用隧道試試 你看進隧道 這個GPS收不到 雖然它很清楚 但很明顯 這個設計的顯示模式 在暗黑的環境下很清楚 但它又未至於會切眼 測試過三款這些Hair Dispay 自己用過後 都覺得對於駕駛車來說 你要看著自己的車速 是有一定的作用 方便一點 就不用每次撿下頭掃錶管 三部款式 各有長短處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1號 因為1號設計上比較美觀 各方面全面一點 配件又齊全一點 只不過它價錢是貴一點點 貴百多元 但我覺得都值得付的